台湾每年在元旦都会举行官方的升旗仪式 而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也特地选择今天 举行中华民国101年的元旦升旗 吸引了数百位民众响应 隆隆的鼓声敲响了南湾Sunnyville的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约数百名群众周日一早就聚集在这里 庆祝新年的到来 今天的元旦升旗典礼刻意选在10点10分举行 响应中华民国101年元旦升旗 圣河西市议员朱感生也到场致意 元旦也是定下新年新希望的日子 大家有什么计划希望2012年实施呢 我希望新的一年我自己能够生命能够改变 能够非常喜乐 因为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常常喜乐 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好 然后经济能够复苏 让大家都很快乐在新的一年 大家活得和谐 合作 和平 大家世界大同 今天参与升旗典礼的还有一群年轻的童子军 他们的新年愿望也非常积极进去 今年一时许多人都希望2012能够过得更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